我现在手头有三台电脑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最右面这个是英特尔CPU的 这个是2019款的MacBook Pro 这是16寸的 它是酷睿i7 2.6GHz 32GB雷存 然后中间这个呢 是2020款的M1MacBook L 16GB雷存 M1芯片 这个是没有风扇的版本 右面这个是带风扇的 好 最左面这个呢 是最新款的RM2的MacBook L 也是没有风扇的 看一下2022款MacBook L 好的 然后呢我们要跑一个浏览器的测试 看一下它的速度 我们来一个一个先跑 或者把它打开 开始 开始 好 开始 英特尔CPU的呢 我们是先跑的 M1的呢 是第二个跑 M2的是第三个跑 我们看一下谁先结束 测试的浏览器都是最新版本的Chrome浏览器 我们可以肉眼可见的发现这个速度差距特别的大 好的 好的 那个 M1的和M2都已经跑完了 好 英特尔CPU的这款终于开始动了 卡住了半点 跑分这两个已经出来了 M2的呢是336分 M1的是280分 CPU的i7的版本的32GB的16寸版的MacBook Pro 还在跑 我估计它的分数连100都不到 还没有结束 这也太慢了 OK 112 好的 这就是三台电脑的性能